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例期 下面呢是一个红黑棋 甲取红,宜取黑 每次啊,可以在一行当中走 走针一多格都行 但是不能怎么办呢 重叠上,就是对方在这了 你压着他,不行 或者是对方已经有了,你越过他 也不行,那就意味着 如果你的红棋和黑棋顶上牛了 那还有办法走吗 不能了 你就不能了,这个就不能再走了 那好了,甲先以后问 甲有没有必胜的策略 那在这儿还是这样 先要看,怎么才能获胜啊 你看看,里边说了吗 谁没有办法走谁就输了 说的不是怎样能获胜 说的是怎样是输 对不对 那对于我来讲,既然知道怎样输 你是不是就得知道怎样赢啊 那赢就意味着 不输 所以对于我来讲 怎样能获胜 那就意味着让对方输 也就是说 我要立于不败之地 那下面要想了 怎样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啊 谁没得走谁就输啊 那我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我是不是肯定能有的走才行 或者换句话说 没得走 也是你先没得走 那我就赢了 对吧 对 所以对于如何能不败 也就是只要保证对方有的走 你就有的走 那同学们想一想 对方有的走 你就有的走 其实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寻找 我想当想轻浮的人 对吧 嗯 那我得留什么样的局面呢 嗯 啊 对称 对称的 那现在所给的局面 是不是对称的呢 我们来看看 对称 那就意味着得有两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嗯 这里边有吗 嗯 第二行和第三行 好像是一样的 哎 这俩一样 那还有吗 嗯 下面两个也一样 那还剩俩呢 他俩都不一样 第一行和最后一行 就不一样了 对吧 嗯 那不一样 其实应该心里偷笑一下 因为如果一样 那你怎么办 很可能可就输了哟 嗯 那不一样 那我怎么 变成一样 变成一样的 我走完了之后 如果留给对方的是个对称的 OK 他就没办法了 对吧 嗯 所以这里面 我要想变成全都对称的 那同学们看 这俩一样 这俩一样 我不用管他了吧 嗯 这俩不一样 我怎么才能变成一样的 嗯 第一行呢 中间两个字 中间空了一个格 最后一行 两个字中间空了三个格 你可 你每次可是只能动一行的 那你能让这一行变成这个样子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它没了 没地儿了 对不对 嗯 那怎么办呢 那就让下面变成最下面的样子 只要你让下面变成上面 那是不是就生成一个对称的局面 嗯 那下面怎么变成 下面呢 嗯 走完就差一格 也就是说我要走到这儿来 对吧 那走到这儿的话 红黑中间格一个 这儿也是红黑之间格一个 那OK了 在这儿 这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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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对方 比如说从这儿 走了三 三个格走到这儿了 那你怎么办 我在下一行走红旗 也走 三个走到这儿 对吧 只要对方有的走 你就在对称的方向 跟他走多少 就OK了 所以永远留给对方对称局 对方去开荒 你就在后面想清楚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详细解题过程 最后一行 往右走两个 到来这儿 然后剩下的对称 第一行 第六行 第二三 四五 两两分组 对方走哪 你就在同一组的下面 走几个就OK了 所以这道题啊 关键也在于这个对称的思想 它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不是对称的局面 我才希望呢 我把隐患先消灭掉 留给对方对称的局面 那我就坐下其成了